第41集,邪校装了网络屏蔽器,即使有手机在身边,魏无羡也上不了网,只能打电话和发信息。 他打过去的那个电话和发出去的信息,都是时辰大海。 而他的魏机来店里,除了骚扰电话,没有其他。 蓝忘机始终处于一个失联的状态,他在哪里,情况怎么样,魏无羡一无所知。 这让他内心惶恐不安,而失眠加剧。 他试图缓解自己的心态,不想把身体搞垮,连累小孩。 可是,没有蓝忘机味道的床,他硬是睡不着,窗外虫叫得他很烦躁,甚至连风声都很吵。 闲着一颗心好不容易熬到周末,温宁来接他,没有先报告蓝忘机的行踪,先给他两个选择。 一是回他自己家先前的旧房子,二是蓝忘机的别墅。 魏无羡猛了好一会,奇怪地问他。 我家,不是已经被卖了吗?二少爷后来又买回来了。 温宁道,那,别墅还能住吗?温家的人已经都走了。 你可能没看新闻,上面来人彻查温氏集团贩毒是黑的事情,已经把温氏集团一锅端了。 那蓝战呢?我不知道。 温宁默了默,回答得有点艰难,或许。 你看新闻吧。 魏无羡狐疑地拿出手机,点开新闻热搜,视线被挂在头条的新闻抓住。 近日,公安部门与国际刑警,在泰国携手摧毁了一个大型跨国毒品犯罪集团。 警方与犯罪分子进行了激烈的枪斗,现场一片混乱,双方各有伤亡,伤亡人数正在统计中。 近日,泰国,跨国毒品犯罪集团,温氏贩毒涉黑。 魏无羡虽然担忧过度导致头脑混沌,但还是把这几条线索提炼出来,穿在一起。 强装的冷静顿时消失殆尽,焦躁的情绪使魏无羡控制不住的,疯狂释放性稀疏。 莲香和酒香混在一起充斥车厢,她自己都差点被熏得睁不开眼,而温宁是个悲塌,对此毫无感知,她回过头来问人是选择去哪里时,才发现魏无羡的样子很不对劲,赶忙放下车窗来帮她缓和,你怎样了,要不要送你去医院? 全身乏力地靠在后座上,魏无羡脸色惨白,脑子里嗡嗡作响,她答非所问,蓝站在哪里面吗? 我? 不知道,我也一直联系不上她。 温宁说,猛猛地将手机上那条新闻再看了遍,魏无羡难以想象,蓝忘机是在枪林淡火中泄入横飞的一位,而确实,这么多天都联系不上了,她到底发生了什么? 有的人在承受超出心理极限的悲痛时,往往不会歇斯底里或是痛哭流涕,反倒看上去异常安静,魏无羡此刻整个人哑然又呆滞。 在温宁问到DN便的时候,才想起来回答她,回别墅。 似乎在她的潜意识里,这个家对她来说,已经更加亲近。 车子停在别墅门口,以前的千万种不情愿,在这里跟蓝忘机闹过的那么多次别扭。 说过的无数句刺人的话,现在都变成导向自己心里的词,让她鲜血淋漓,痛彻心扉。 往日这个时候总在阿姨在忙碌的厨房,现在黑麻麻一片,温宁帮她打开了客厅的灯,又在厨房张望了一会,断定自己也没有在这里挥持方求的能力。 自作主张地帮魏无限点了外卖进来,她点的不少,还都是就着魏无限的口味。 但魏无限现在无心用餐,她一到家就换上了蓝忘机的衬衣,毫不避讳地穿着那宽大的衣衫下来,实不知味地勉强吃下去一点,也就是为了不饿着肚子里的宝宝。 温宁无话可说,坚持留下来陪她,想想这么大的屋子里,就自己一个人,魏无限也没有拒绝,让她睡次卧,温宁不肯,自觉睡在楼下的沙发上。 魏无限不再理她,回到主卧,将自己缩成一团窝尽被子,就像躲在蓝忘机的怀抱里,得到渴望了好久的心悉俗安抚,魏无限这一觉睡得燕足,她关着门,温宁一直也没来叫她。 看下时间,已经快到中午,昨晚早都没洗得合一而睡,魏无限起床的第一时间是拿了衣服去洗漱,擦着施灵灵的头发出来,她打开门,听到楼下有说话的声音,温宁竟然还带朋友来了。 魏无限侧耳听了听,她听到自己的名字,谢谢从小嘴那么刁,这不吃那不吃的,我就怕她长不高,没想到后来也长一米八几,这么久没看见了, 不知道她又长高了没,胖点没有。 以后多做她爱吃的,马上高好了,营养不够可不行。 好在这个时候回来了,还来得及给她补一补,一来一回的声音熟悉而久违,竟然魏无限呆住。 她一时间甚至以为自己是在梦里,然而窗外的阳光和鸟蹄,楼下传来的炖汤的香味,把她拉回现实。 魏无限不由穿过走廊,往楼梯下走了两步,拿着毛巾的手锤下,魏无限看着消失了大半年的两个人影,说不出话来,心里一颤。 她整个人像被钉住了般,一动不动,厨房里忙碌的人感应到什么,忙碌的声音戛然而止,一双人影舒然回头。 披着一头大步的女人,年近五旬,身材依然窈窕,白皙紧致的皮肤,几乎看不到什么皱纹。 精致的五官与魏无限有七八分相似,而脸上的笑容更是与她别无二指,和她并肩而立的中年男子。 风神俊老,魏无限眉眼里的英气,就是跟随了她。 谢谢,阿英,两人几乎是一口同声。 魏无限愣在当地,明明是自己盼望了好久的至亲之人,乍一相见,她却有种想顿回房间拿被子把自己裹起来的冲动。 在自己最需要他们的时候,一声不吭地离她而去,经历了这么多变故以后突然回来,魏无限此刻对她父母的感觉难以言语。 一直下到楼梯的最后一阶,才叫了声,爸,妈,声音不大,却足以叫藏色泪水银矿,声音颤抖,千言万语化作自责的一句,对不起,谢谢,爸爸妈妈不好,让你受苦了。 她抬臂抱住魏无限的腰,把脸贴到她肩上,魏长泽也走过来,将母子俩一起抱入怀里。 终是一家团聚,心里再别扭,魏无限还是又颤着声音叫了他们一声。 藏色又是哭又是笑,摸到魏无限肩头有点湿又抱怨她,洗头发了也不好好吹干。 她转身去浴室取了风筒来给她吹头发,再有隔阂,有抱怨,可是血缘关系在那,说内心不激动肯定是假。 魏无限坐在沙发上,人藏色帮她吹头发,叫她低头就低头,叫她偏向哪边就偏向哪边,乖顺得不得了。 怎么突然就回来了?然而她更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。 妈,蓝湛呢?藏色关了风筒,跟魏长泽对视一眼,似乎没太明白她在说什么。 魏无限反应过来,我是问,蓝忘记呢?藏色皱着眉头打浪她两秒,你这孩子,蓝警长比你大那么多,人家保护你这么久。 哥都不叫一声,就这么直呼名字,太不礼貌了。 听自己妈妈说不到重点,魏无限不免烦躁,我是说他人现在在哪里。 藏色把风筒放到一边,叹口气,蓝警长在行,终受了伤,被送到M国去治疗了。 脑子里轰然一向,魏无限疼得站了起来,他伤得怎样? 魏长泽脸色凝重,听说。 伤得有点重,不过我们也没看到,魏无限握紧拳头,我要去看他。 去哪看,我们都不知道他在哪里,藏色拍拍他的头,你马上要高考了,好好复习,考上好大学,就算是报答你蓝大哥了。 他语气里面似乎真把蓝忘机当成魏无限长辈,恩人来看的红劝语气,让魏无限极为不适。 他不再说什么,红着眼睛上楼去。 感谢来啊! 感谢观看